今年国家文艺奖六位得奖者出炉了 导演王小帝他的作品《玻璃士大人刺猬男孩》等等 深具社会人文关怀 而深耕剧场30年的舞台设计师王孟超 多次将台湾的作品引荐到国外 高龄89岁的作家王鼎君 他持续创作将近60年 议题丰富反映时代 其他的得奖者还包括了指挥家简文斌 画家陈正雄和建筑家陈迈 文化部24号举办颁奖典礼 表扬六位艺术家 悠扬的小提琴声为典礼拉开序幕 今年的国家文艺奖颁奖典礼 以时间刻痕为主题 在中山堂举行 另外的奖人包括导演王小帝 舞台设计家王孟超 作家王鼎君 画家陈正雄 建筑家陈迈 以及指挥家简文斌 得奖人王小帝的作品 长期关注社会议题 多次获得金钟奖肯定 他在台上一度哽咧 感谢家人与工作伙伴的鼓励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 然后体质虚弱 然后所有创立这个国家的先列人 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精神 均富 民主 自由 备受考验的时候 得到这个奖 让我也有点彷徨 不知道怎么办 台湾这个土地 真的有好多人在土地 每个人都在基地 我们影响我们 我也很感谢他们 我们会继续努力 今年最年轻的得奖人 简文斌多次获得国际指挥大奖 勇于跨界创作或评审肯定 他坦言得奖后负担增加了 这个奖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 就是我必须要负起这个重担 这叫重担 那因为我后面还有 我希望后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我可以把这个国家文艺奖 给我的期许可以承担起来 今年的奖人从高龄90岁的作家 王鼎娟到最年轻的简文斌 台湾文化界创作力丰沛 为这块土地带来精彩作品 这块土地带来精彩作品